嗨 你們好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我悟唇的一個心得 這樣 那我現在有擦一個透明的唇蜜在上面 我是在上個禮拜去悟唇的 悟唇這件事情我已經觀望了很久 我在幾年前就已經有一點點想要去試試看 可是就生小孩啊顧小孩啊什麼的 然後沒有去實踐它 然後一直到我半年前看到也是有朋友做 我就覺得還蠻好看的想要試試看 我是一個很懶得不擦口紅的人 所以常常嘴唇中間會白白的沒有氣色 但是我覺得這是可以忍受的 後來近幾年 尤其這一兩年我覺得越來越不能忍受 基本上是我的嘴唇外框變黑了 黑的地方是外框 就是一圈的地方 就中間還是白的 然後外框是黑的 所以嘴唇呈現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狀態 那秀唇的價格呢會根據你嘴唇的狀況會有所不同 然後我是因為外框是黑的嘛 算是黑唇 所以它的價格會再高一點 那如果你是嘴唇本來就比較白 想要一點點顏色的話呢 好像價格會比較便宜 好我們現在講霧唇的過程 要霧唇之前呢會先做嘴部的消毒清潔 之後呢就附上厚厚的麻藥 然後敷完麻藥的時候就開始霧唇了 剛開始霧唇的時候我是覺得完全的不痛 但是呢它邊霧唇的時候呢會邊做一個動作就是擦掉 我猜是擦掉就是秀上去的那個色乳 再擦這樣 然後越擦越同時的把我的麻藥一直在擦掉 所以我就霧到最後會越來越有感覺 就越來越痛 那我就要跟老師說欸痛 然後他再把我上點麻藥 然後那次的麻藥就很神奇 不用等20分鐘 上去大概幾秒鐘 稍微的擦掉 欸就很麻 然後就可以繼續霧 不會痛 整個過程覺得有一點在反覆這個動作 就是秀唇 然後擦掉麻藥有點痛 再補上 然後再繼續秀唇 擦掉麻藥有點痛 再補上這樣子 那如果你問我說痛不痛呢 這個就很難講 剛上麻藥的時候真的不痛 但是到後面麻藥一直被擦掉的時候 就開始有點痛 所以整個過程有點反覆 然後呢我秀完了之後呢 我再插播一個故事就是 在等待的時候呢 旁邊有其他女生也在秀唇 然後看他起來之後 我覺得嘴唇沒有很腫 那我心想說應該差不多就是同等級吧 我應該跟他一樣 結果我起來沒有起來是滿腫的 就是梁朝偉的那一種香腸嘴 沒錯就是這麼腫 好然後到第二天呢 嘴巴呢就開始還是很乾 然後更腫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人說 就是去秀唇或霧唇的時候呢 有人是隔天會更腫 然後有人是隔天就消腫 就看你是哪一種體質的 然後我自己應該就是隔天更腫的那一種 但是很神奇的是 在第二天的下午 就漸漸的退腫 因為通常會想說 我今天早上起來嘴巴那麼腫 我應該一整天就會這麼腫了吧 結果沒有 到了下午 就逐漸開始呈現一個 比較正常的狀況 但還是微腫 一直到第三天呢 我的嘴巴那個腫脹的感覺 才是完全沒有 但是到第三天就是嘴巴變得很乾很乾 然後有一種快要脫皮的感覺 然後第二天第四天都是很乾很難受 就嘴巴有一種被崩著的感覺 那我只到第七天才覺得 嘴唇變得比較沒有那麼乾 然後比較舒服一點這樣子 但是有擦護唇的東西在我嘴唇上面 然後我把它壓掉給你們看 就把它壓掉 我覺得它還沒有完全的好 因為袖唇完會有個溶色期 就是顏色跟嘴唇還會再融合一點 所以我覺得外框下來是看起來 也是比較深一點 在沒有擦孔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顏色還蠻好看的 就是OK 那我現在做完的感覺 我覺得是真的蠻方便的 就是起床以後 就整個看起來蠻有氣色的 然後像抱小孩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好像會把口紅擦到他們身上啊 然後吃飯啊也不怕掉色 我覺得目前為止我覺得還是很方便的 也是蠻喜歡的 那這個顏色呢 我有特別挑比較淡一點的 那只是因為剛用之後會慢慢的融色 顏色會越來越淡 最後呢 最後還是要提醒你們 今天只是把我的過程分享給你們看 那至於值不值得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觀感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們一定要記住喔 千萬要記住喔 要找非常專業的 然後重點是要衛生 安全的 好嗎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不希望我拍了這個以後 讓你們覺得好像不錯耶 然後就很想去試 想拍這個只是因為我上班沒有拍影片喔 就是因為我在等我的嘴唇復原 然後現在差不多快復原 我想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給你們分享 就只是這樣 然後如果你省慎評估之後 也找到一個很專業很OK的一個美容師 可以去幫你做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重點是要省慎評估 然後離題一下喔 就是我今天穿很像睡衣拍影片 是因為我穿錯衣服了 因為我本來是要套這件西裝外套在外面 然後我發現套在裡面 可以想像是要參加研討會的人 有點太正式了 所以我就決定把它脫掉 然後睡衣跟過於正式的感覺 兩個全責之下 我覺得好像睡衣比較好看 所以我才這樣穿的 好那希望你可以喜歡這支影片 掰掰